一辆装满海鲜的货车行驶在舟山跨海大桥上的时候 司机为了与前方的车辆保持车距 踩刹车和打方向盘 但是却没有控制好 导致货车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三次碰撞到了桥面的护栏上 最终侧翻在桥面上 监控显示 这辆白色货车时而向左飘移 时而向右飘移 货车右侧部分撞向大桥右侧边护栏 然后又撞向大桥中央护栏 最后撞掉右侧编护栏上的一灯杆之后 侧翻在了桥面上 在前面车给你一点近 我稍微捡一点发射 不凡左边打一样方向 车车来为晃动的地方 往右边又打方向 然后往左边又打了一样 货车司机并没有受伤 同车的一名女乘客的头部有点擦伤 经过简单包扎之后 一无大碍 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 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 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一旦碰到紧急情况 不要猛踩刹车或击打方向盘 避免发生事故